22日韩宇圈再次爆出恋爱绯闻 对象直指AOA成员慧金 据韩媒报导 表示慧金在去年第一次被募集 与魔术师吹咸语约会 两人在咖啡屋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约会 并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视线 期间对话不断 也有自然的身体接触 随后慧金所属社 FNC方面立刻澄清 表示两人曾一同出演节目 确实以同事的身份 维持着很好的关系 但两人并没有恋爱 只是误会 看来又是一株乌龙呢 魔方全媒韩国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